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汽车是个女孩我是亚晴 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状态 各方面的发展呢也都在迅猛向前 这波最近人民大会堂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1月8号的晚上 红旗在这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品牌战略发布会 当时呢许多媒体朋友们都纷纷到场 在这次的发布会上 他们宣扬将中国式新高尚精致主义当作自己的品牌理念 并且呢把上至义作为设计理念 并有意让新红旗成为中国第一世界著名的新高尚品牌 对于这样的高调喊话 似乎也是中国欣欣向荣的一方面代表了 同时呢在这场发布会上 红旗还公布了自己全新的品牌logo和未来品牌的战略部署 他们声称 红旗未来将主打LSHQ四大系列 即分别主打至尊级车 轿跑车 主流车 以及商务出行车四种 并且呢对它做了重要的车型展示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 在这次的发布会上 红旗还推出了一款豪华双门靠谱概念跑车 看过这款跑车的人呢 相信一定会为它的颜值而神魂颠倒 车身的线条走向顺滑而自然 六倍设计从车顶一直延伸到车尾 简直美观呆了 红旗这两个汉字标识啊 也充满着个性闪瞎你的双眼 当然还有红旗专享版L5车型 同样也是在那天发布会上展示的 并且目前红旗L5专享定制官网也正式上线 现在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定制各种奢华的个性化服务了 比如说星空顶 景泰蓝 毛体和清花器等等 并且还限量100台哦 大家还等什么呢 这里再说一下它的全新品牌logo 那设计风格真的是极具现代感和年轻化 酷帅的爆炸 未来感极强 并且呢很有可能完全替代掉 现款的金葵花logo 以上呢就这么多 对于此次红旗新发布的新款车型 你满意多少呢 不如大家一起来说说 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当然欢迎您留言转发哦